欢迎收看优势焦点新闻 我是张志斌 一起来关心今天5月25号星期三的重要新闻 欧巴马总统结束了越南访问的行程 在当地时间25号抵达了日本 并且会晤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欧巴马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出席26号 在伊士志摩召开的七国集团峰会 他在抵达日本之后 随即在志摩市下榻的酒店 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面 会后并举行了联合记者会 两人在记者会上表示 美日将在促进世界经济成长上紧密合作 朝向无核世界共同努力 在区域问题方面 欧巴马强调 美日同盟是区域和平安全保障的重要基础 美国将针对北韩提高遏制力 加强防卫能力 在海洋问题方面 美日将维护海洋和航行的自由 共同努力地和平解决纷争 有关南海问题 欧巴马表示 中国视美国与越南的经贸合作等为挑衅 但事实并非如此 美国希望中越 中非 或者中国与其他各国的紧张关系 都能够和平解决 中国与各国无法解决问题 并非美国的错 也非美国所期盼 这与美国的行为无关 欧巴马强调 美国欢迎中国与越南能靠对话和平解决问题 美国和南海各国的国家利益 是航行的自由以及确保通行的权利 并贯彻国际法规 而针对中国问题 安倍表示 欢迎中国的和平崛起 而中国有任何主张时都应该遵循国际法 同时不以武力威胁 也不应该单方面地改变现状 另一方面 日本冲城日前发生了驻日美军军券杀人弃尸的事件 冲城民众25号在加首那基地进行游行示威抗议 安倍在会议上也向欧巴马抗议 并要求美国采取防止类似事件发生的对策 欧巴马则对命案表示哀悼 并表示美方将全面协助日方调查 此外 安倍也对欧巴马将前往元豹城市广岛表示欢迎 相信欧巴马此行将为实现无核武世界提供助力 而在另一方面 美中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的会议 24号开始在夏威夷举行 解放军拦截美军的侦察机成为会议的焦点问题之一 而中国代表也在会中公开的亮出了 中国在南海问题方面的红线 美中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 昨天开始一连两天在夏威夷举行 美国政府表示 对于中国歼11战机在南海上空拦截美军侦察机的事件 中方必须要对美方做出一些解释 而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外交部在会议前夕 公开外交部副部长刘正明 就南海问题与美国记者代表团的座谈实录 在接受新闻周刊记者提出的 关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有没有红线 如果有在哪里等问题的时候 刘正明表示 如果说有一条红线的话 那就是说中国希望美国不要侵犯中国主权 不要侵犯中国的安全 这两个问题中国人不会妥协 没有任何让步的余地 中国人为了独立 为了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打了几十年的仗 就是为了国家主权 维护国家安全 习近平主席跟奥巴马总统沟通过 太平洋足够大 融得下中美两个大国 中美可以在全球 在太平洋 在亚太很好的合作 美国没有必要到中国的岸边 到中国的近海来挑衅中国 一家有中资背景的电动车初创公司 计划要在北湾的Vallejo设厂生产电动车 如果计划成功的话 新的车厂将会是湾区的第二个电动车的车厂 直接的与Tesla竞争 北湾Vallejo的官员表示 总部设在洛杉矶的电动车初创公司 法拉第未来 法拉第Future已经提出计划 希望在马尔岛的军事基地就职 新建车厂 市议会将与本月的31号决定 是否与该公司进行合作细节的谈判 Vallejo官员表示 市府与法拉第未来 已经交涉了大约一年的时间 31号将要决定是否继续 如果决定进入细节谈判 计划就有可能落实 法拉第未来于两年前创办 主要投资人是中国富豪榜排名第17位的贾药亭 今年初 在赌城拉斯维加斯电子消费大展CES 展出了一辆电动概念车 上个月又宣布 将在赌城北部 兴建10亿元的车厂 引起业界瞩目 该公司现有员工960人 自从成立之后 就不断从Tesla挖角 最近才雇佣了Tesla的副总裁James Chen 而瓦雷厚则是北部Solano县最大的城市 曾在19世纪短暂地成为加州州政府所在地 当地有著名的Six Flags Discovery Kingdom主题乐园 但是由于经济不景气加上人口老化 曾经在2012年宣布破产 市府官员希望通过新建车厂的计划 可能为当地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 中国著名的女作家与翻译家 同时也是已故国学大师前中书的夫人杨将 于北京时间25号凌晨1点钟 在协和医院病逝 享受105岁 杨将原名杨继康 祖籍江苏无锡 1911年7月17日生于北京 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 获得文学学士学位 并考入清华大学研究生院研究外国语文 杨将于1935年与前中书结婚 同年夏季与丈夫同赴英国法国留学 1938年秋回国 曾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教授 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 1949年后 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文革时期 杨将与前中书夫妇受到严重的迫害 被下放到河南信阳农村 文革之后 生活逐渐恢复正常 重拾学术研究 翻译与创作 杨将的散文运质淡雅 描写文革时期 夫妻俩在武器干校劳改的干校六计 以及晚年 回忆与先生女儿生活的我们仨 尤其快知人口 除了文学创作之外 杨将也是翻译大师 1978年西班牙国王湖安卡罗斯一世访华 中共最高领导人邓小平 就以洋将的唐吉赫德中义本当成礼物送给国王 湖安卡罗斯一世也在1986年 颁受勋章给洋将 以表彰他对于传播西班牙文化的贡献 NBA指南西区冠军系列赛 奥克兰的荆州勇士队与奥克拉克马雷霆队的第四战 昨晚在雷霆队的主场进行 雷霆队在Westbrook跟Durant合拿了62分 而且先发五人全部得分上双的情况之下 以118比94击败了荆州勇士队 而他们只要再赢一场就可以夺得西区的冠军 来看优势体育的综合报道 昨天勇士队在开赛四分钟 以8比6最后一次领先之后 雷霆队在凯文中润领军之下 发起了一波16比0的攻势 8比分拉开 勇士队虽然曾经在第二节追到只差2分 但随后却在9分钟之内发生了45 而让雷霆队的Russell Westbrook独得16分 上半场领先也是19分 下半场开场之后 雷霆队短暂熄火 16次投篮只进两球 而勇士队的Kley Thompson 则在5分钟之内连得19分 再次将比分追到只差6分 但是汤姆森在吞下了4次犯规 又传球失误退场之后 勇士队投篮失准 篮板球也无法与雷霆相抗衡 中场以94比118输掉了第4场比赛 全场比赛雷霆有6名球员得分上双 而勇士队则有Kley Thompson得26分 Steven Curry得19分 下半场只得4分 勇士全队失误更高达21次 目前勇士队在7战4成制的西区冠军赛 以1比3落后 除非后面3场全胜 否则将失掉未免冠军宝座的机会 台湾体坛传奇人物 十项运动铁人古金水 25号清晨因血癌 病逝台大医院享年56岁 古金水1960年1月15日 胜于花莲 是阿美族原住民 以撑干跳起家 是国内继亚洲铁人洋传广之后 第一个突破5公尺大关的选手 后来古金水转功十项全能 曾经于1983年亚洲停进锦标赛 夺下金牌 1990年北京亚运会拿到银牌 古金水十项全能 历年来最佳成绩7714分 仅次于杨传国王与李福恩 古金水在2014年底 被诊患出罹患血癌 多次进出医院 上个月20号再度进入台大医院 上周发出病危通知 总统蔡英文 教育部长潘文忠等人 都曾前往探视 总统蔡英文今天 也在脸书发文表示哀悼 以上新闻由优势频道制作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